欢迎收看直讯异动力 本节目是由新北市政府职业训练中心 为我们的新住民朋友 所开办的网路学习课程 那么今天一样非常开心 也非常荣幸是邀请到我们的 食神主厨陈奇文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奇文 奇文老师 那么今天马上要带大家来 学习什么样的料理呢 今天要教各位观众朋友 做红烧杏菇块 杏菇块听起来就是要切成块状是不是 没错 而且我们今天要用这个杏菇 来教大家如何做这一道的料理 好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道菜需要什么样子的食材呢 好 我们的食材 有杏菇有红萝卜 然后来中段 然后其他呢 这个香呢 跟这个蒜头是爆香 好 那调味料的部分呢 糖 盐 太白粉 米酒 然后呢 白胡椒 酱油跟香油的部分 我们先把这个杏菇切成滚刀块 好 好 什么叫滚刀块呢 对 滚刀块是什么 左边一块 右边一块 这个叫做滚刀块 是 好 好 红萝卜 老师 那如果通常在烤场当中 我们要选择它的配料 像老师这一次是选择红萝卜嘛 那除了红萝卜之外 这道菜色我们还可能可以选哪一些配料呢 其实要看你的烤场决定 大部分呢 我们在节目上安排就是 它烤场最可能 基本上90%啦 接下来我们要切我们的葱段的部分 其实再抽到这一体真的是 你会保持那种感谢感恩的心情 做这一道料理 好 来 那这边最困难在这边 姜要切成菱形片 姜要切菱形片 对 好 记得菱形片呢 就前后左右修完 先把它修成像菱形 要不要像复刻盘那个菱形的 有 好 我们要切出一个菱形的状况 然后接下来再把它切成片 它就变成菱形片了 老师 在什么时候我们要判断 这个姜要切成菱形片 其实你不切成菱形片也可以 但是呢 这边呢 我们要呈现给评审看 其实我们刀工是蛮不错的 其实考试就跟选秀很像 你要尽可能端出你自己 最厉害的那一门技艺 那如果像这一种 因为像之前我们有做过很多菜 是必须要切成丝啊 水花的 那那一些的话 会直接判断你的刀工强不强 好 刚刚我们前置作业呢 已经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油炸了 是 没错 好 我们准备这个油 然后把它加热到大概180度之后 下去油炸了好 老师 我知道180度要怎么检测 先拿我们的这个其中一小块食物下去 看它有没有美的冒泡 太厉害了 那你试试看了 然后你来告诉观众朋友说 有没有美的冒泡 好 要慢慢放哦 有 它上 有了 有了 好 炸到什么时候 一样就炸到金黄 那现在呢我们红萝卜也要下去 红萝卜也要油炸 对 是不是快撞的 我们都尽量先让它油炸 因为加热时间比较久 因为其实我们丢下去的时间是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可以以这个杏鲍菇的白色 来看它有没有变黄之后 捞起来的时间呢也是差不多 就是等于我们的红萝卜要捞起来的时间 而且老师是不是炸完之后 它的口感上面来说也会变得比较不一样啊 是 会比较这个脆啦 因为它水分不管是这个杏鲍菇啦 还是就红萝卜啦 它的水分都非常多 好 目前呢我们的杏鲍菇 还有我们的红萝卜呢 是已经差不多炸熟了 所以我们要来把它捞起来对不对 对 没错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红萝卜浮上来有没有 有耶 颜色稍有点变了 慢慢慢慢有点像马依族 一样蓬松了对不对 然后杏鲍菇呢变金黄了 它的周边已经开始出现那个黄褐色了 主要的食材还有配料呢 都已经炸好了 然后我们先来做一个爆香的动作 我们就把绿色的部分 其他都把它丢进去 好 把这个葱 绿葱的地方 就是说绿色那样不耐加热 因为刚刚我们有油炸过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用再另外 多加很多油 对不对 来 我们把它爆香到这个 颜色出来之后呢 香味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加我们那个 红萨的酱汁啦 好 我们先下少许的水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是红萨 红萨呢基本上来讲呢 一定要有足够的液体下去让它烧 就顾名思义 对 但是呢如果你直接下酱油呢 有可能你锅子很热 直接下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焦了 对 下面有那种焦 这又是一个小佩服啦 哇 很多小佩服 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大家都可以学起来 那这些小小的错误 当然未来就不会再犯了 好 那红萨呢 记得酱油跟糖要下足够 这两个是最基本的 那其他的部分呢 比如说盐啊 胡椒啊 就看个人的喜爱啦 好的 老师那通常在烤场 他们就会给酱油还是酱油膏啊 其实烤场都会附 都会附 对 你可以依个人喜爱 好 对 好 这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 这些食材要丢下去了 好 刚刚油炸过后的 包括像是杏鲍菇跟红萝卜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间点 要把它丢下去了 好 我们红萨呢 顾名是要让它烧一下 好 大概烧到30秒当中 因为刚才我们都油炸过了 对 而且切丁 然后让它烧了大概30秒 对 一分钟左右 好 我们现在要下我们的这个 太白粉水了 好 请 来 好 一样不要一下子下太多 好 这时候我们加入我们的 这个葱段 好 最后才把这个绿色的葱段 好 那我们就要盛盘了 好 其实过去我们节目当中 也介绍过非常多 很复杂的这个菜色 不过当然像这种看似 比较简单的菜色 我们也必须要教导大家 因为这种简单的菜色 基本上它也是有些小技巧在的 其实如果我们要抽到这道菜的话 也算是蛮容易 但是有几个小诀窍 包括像是我们的杏鲍菇的大小 一定要比红萝卜来的大 你可以看到老师示范过后 这道菜看起来油亮油亮 而且颜色非常的缤纷 好啦 想必大家看完这集之后 对于我们的做菜 又多了一层的了解跟正事了 那如果您还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 想要知道更多的消息的话 欢迎可以上我们 新北市直讯中心的官网 可以知道更多的消息 那我们就下期见了 拜拜